準備了新貨 就是特別為了女人我最大 去買的 對 很多鞋子都覺得 就在這個節目可以拿出來 好 我先講 像這一雙我覺得今年 就是其實一定要有這種 就是細帶的涼鞋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細帶涼鞋 就是非常的有女人味 然後我為什麼會選擇高跟 當然第一個我比較嬌小 第二個我覺得穿上高跟鞋之後 那個體態就不一樣 然後就是今年的顏色 所以它是有一點駝色跟白色 去拼色的 好有趣 對 然後像 好優雅 對 像這樣的高跟鞋 你如果穿一個 比如說是長裙 像今年很流行那種白折的 或像海君這樣全白 或者是寬褲都很好看 然後它的配色 你也可以穿就是牛仔系列 對 還有 中性的探險 探險色 也可以 然後我腳上這一雙 它也是 就是比較細的 好美喔 然後它後面是一個 後面也是一個 愛心 對 妳跟褲子有配 對 我褲子也是愛心 心急藝 一套的 然後像 因為我的腳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比起寬帶 我適合細帶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適合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 個子比較嬌小 或腳比較小的女生 像我都會選這種 帶子比較細的 因為如果太寬的帶子 穿在我腳上面 因為我的面積不夠大 對 所以這是我挑鞋的一個重點 然後另外像是這一雙 我覺得這一雙也是就是 很好搭 這個也很美 而且很好穿 對 這很好穿 它很軟 然後它只要是 不見得是一定要紅白 像比如說你如果穿的 黃色 綠色 其實都可以搭 因為它在腳踝這邊的設計 其實滿美的 好漂亮 就是這一雙在IG上面也很紅 對 如果妳有黑白的 條紋的全身的穿這個 穿這個也很好看 像這一雙就很經典 就是我的鞋 對啊 然後像這個品牌 我也很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很甜美 然後又有Bling Bling的風格 但我覺得今年的銀 像我覺得銀色 涼鞋 大家一定都有 尤其是到了夏天一定要有 那今年的銀會在 我覺得會再亮一點 因為有的時候是霧面的 可是我覺得今年的銀 是比較亮一點 對 然後這一雙也是很好穿 而且我幾乎都選矽根 對 我發現 我都選矽根 因為我覺得矽根對我來講 我穿起來很自在 就是那個重心放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粗根 其實粗根也很好穿 但是粗根會稍微重一點 所以我個人都是選擇矽膏跟的 他身形也穿矽膏跟的好看 也是 然後 斜網了 均勻 陪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